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 处理安排啥 你准备准备 一会儿我带你去个地方 准备什么 屋里有我先给你买的衣服 一会儿你去换上 衣服 这是要干吗 你要带我去哪儿 低着什么表情 我又不是人贩子 难不成你还怕我给你卖了 而且话说回来 我是你的丈夫 给你买件新衣服很奇怪吗 你每天穿的永远都那么压抑 而且 你的交集圈也永远都是电话局 要么就是去医院看你父亲 再要么就是直接回家跟我做饭 我们之间的对话永远都是 你回来了 吃了吗 我给你做饭 仅此而已 难道我们的生活只能那么压抑和晦涩吗 就不能活跃点 活跃又怎么样 日子还不是要照样过下去 可我不喜欢 今天我要带你去舞厅 舞厅 给你五分钟时间尽快去换衣服 否则从明天起我就不会住在这儿 你也永远别想见到我 我知道 你并不在乎我对你好不好 而且我更知道 无论是因为什么 你都希望能够跟我在一起 只有这样我们的婚姻才更有价值 我们的婚姻才更有价值 在这里 我都在这儿 我都在这儿 有什么事情 那些店里 我都在产生 我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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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生 您的酒 遇到一位老朋友 带你去介绍一下 来 团长 咱们的彩排 什么时候能够回头啊 最近这个形势 咱也不知道啊 柳小姐 没有想到 可以在这里相遇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太太 姚立军 这位 就是风靡整个南京城的大明星 柳卢嫣 柳小姐 你好 沈夫人真是漂亮 没想到 我们如此有缘分 谈不上吧 我们好像跟你并不是很熟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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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有麻烦可以找我 对 你是军统的 那又怎样 剧团的剧目不能演了 真你也能管 我看 芭城是沈林手底下 中统的人看过以后 绝对有更改 毕竟 那也是他们的业务之一 要不这样 我把沈林给你叫来 你好好地骂他一下 我太了解你哥这人了 在他眼里 只有所谓的原则 没有人情 是吗 我倒觉得 他会卖你一个面子 以前一个相熟的记者 写了一些抨击政府的话 被抓了 我求过沈林 可结果换来的 还是那记者被关了一个月吧 还是那记者被关了一个月吧 是 有的 有的 有的